我们刚才看了ION的这个店 现在我们去探一下其他的店 那么我们这边路过这里的器材库 今天器材库差不多都空了 那个板都空了 很多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 美女教练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店 这家店 好这是NP和JP的店 也是零售店 这个是XCS175到225的一个翻杆 看一下这个多少钱 好像没标价 没标价看不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些 这里是比基尼 比基尼我们不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裤子 女孩子的泳裤多少钱 1300里拉 1300里拉我们除以5的话 相当于是200多 260 它这里是有的是标里拉的 然后这种相当于是连体泳衣 1450里拉 相当于300 对300块钱 300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那个 这种诗衣多少钱啊 这种诗衣在这里 129欧元 这又是欧元了 这个算来算去挺复杂的啊 130欧元相当于1000多一点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这有鞋子 我们看一下这鞋子多少钱 90欧 90欧 哎呦这鞋子蛮贵的啊 89欧嘛 相当于90欧嘛 90欧 这就是腰钩绳 哈哈哈 Made in China 是中国产的 这个腰钩绳没看到价格啊 手套 NP的这个手套50欧 你看挺贵的啊 正常来讲 这种手套就真是挺贵 50欧相当于400了吧 对啊 这一双破手套400块钱 人民币 还有这个 平时我在这边 大陆这边也有卖过啊 40欧 40欧 39欧 39欧 300多 是吧 哇这东西 其实实体店啊 就是说 你可以买到新货 价格确实会稍微贵一点 其实也是能理解的啊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买 可以自己带 都是没问题的 OK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其他的东西 什么 DK的腰钩 DK的 330欧 330欧 腰钩其实还好啊 320 这是320欧 300欧 2000多 2500左右 是吧 不过它那个不是高端要过 330欧 对吧 这也是330欧 看的要过 应该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 要过 这也是10亿啊 这是蓝款的10亿 蓝款10亿 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价格标起来 这是F2的11嘛 是吧 F2还有10亿啊 这11 有一说一啊 这11质量很差啊 在中国可能是100块钱不到一件 这个是NP的 NP的实际 我们看一下多少钱啊 没有 哦 标了 200欧 200欧 诶 平便宜啊 可能是违货了 可能啊 这个VIZER的 这个11系列挺好的 1600 1600 其实很合适 这价格 跟国内差不多了 这个是180 这个防撞仪 这个防撞仪 NP的防撞仪 180欧 1000 1000多啊 蓝色的短裤 1300里拉 1300里拉就300 差不多 200多 200多 260 260 基本上就这样 这种是内衬 蓝色的 穿内衬的 内衬这个没标价 还有拖鞋 拖鞋 看一下多少钱 1200 1200你想 除以5 就是240 一双拖鞋 240还是挺贵的 当然它这里 这个可能都是有品牌的 上面那个板 这些板的价格没看到 估计它会单独报价 里面还有翻 翻就不单独问 但是一直几里咕噜 几里咕噜的老板估计也翻 这还有一些老款的一些板 老款的板估计会便宜一些 可能是 这新款的板肯定贵 好 就到这里 我们去看其他的